你知道为什么伊朗总统要去这个访问中国 我告诉你非常简单 现在伊朗总统叫啥呀 现在就是跟中共商量 如何宣布哈美内衣的死 现任总统就是接哈美内衣 拉逊的就是要接哈美内衣的神权职务 伊朗的最高领袖就是哈美内衣 就是代表神的阿拉的代表 让习来去伊朗出席他的葬礼 然后认可伊朗新任的神代表 然后呢两国再形成战略友谊 然后再带个几万个几十万个气球 然后现在就是很关键 你一定会对以色列下手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大事 习在三个月以前答应的 就是我们爆出了哈美内衣已经死了以后 说你们宣布的时候 适当的时候 他会去到伊朗去访问伊朗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沙特这个事情上 他惹了伊朗 然后呢说我要去访问伊朗 我会接受你现在的这个神权更替 这是天大的事 然后呢一定会干以色列 洗死球 就是那个氢气球 氦气球 洗死球 发点以色列去 而且会说从叙利亚去 再让叙利亚去